一个不懂得为亲人让步 为朋友让步 为爱人让步 为合作伙伴让步的人 是缺乏胸襟的人 最无能和不可教的人 试问一个连自己人都斤斤计较的人 可交往吗 长不大的人最重要的标志 就是跟自己人 跟自己所爱的家人 无谓的争长断 论输赢 那些看起来很爱面子的人 其实通常内心都是充满着不自信的胆怯 那些装成坚强 从不会懂得认错和让步的人 内心往往都是充满着极度狭隘 很难让阳光照进他们心里 何谓成熟的人 对自己人 对家人 对爱人 很温柔 温柔得如同孩子 而对外 对困难 则蔑视 毫无巨异 顶天立地 不慌不忙 胆定从容 如果你动不动就与亲人争执 寸土不让 哪怕口舌上的输赢都要争一整 可以敢保证 你在外面必定没有什么作为 一个懂得爱的人 宁可扮演书家 也不去打败自己的人 打败了他 你想得到什么呢 爱 就是要懂得让步 让步在情感中不是退去 也不是从全 而是一种尊重 一种人格 一种胸襟 一种涵养 让步的人 是不是最可爱啊 下 vibrating 还有您的 我亏用了 我们下午 下班